联盟大事,场外风云,白话美之篮,一起聊个球,我是老白。 盼了将近一个月,忽人终于迎来了喜讯。 据球队最新官方生病报告显示,当家球星之一的农眉, 在下一场对阵篮网的比赛里出占概率为75%, 这就意味着,他大概率会在下一场客场打篮网的比赛中复出。 而据忽人跟内记者Mike Trudeau透露, 戴维斯在队内2V2的对抗训练中, 他的状态和反应都非常出色,种种迹象表明, 农眉真的无限接近回归赛场了。 自去年12月18日对阵森林郎的比赛伤退之后, 农眉至今已经缺席了17场,忽人仅取得7胜10负的战绩, 球队一直徘徊在富加赛区域,表现并不理想, 各种质疑之声也分支他来。 而如今,农眉的付出,无疑给球队注入了新的能量。 当农眉健康回到场上时,可以想象他能够给球队带来的帮助, 可以说,农眉将是湖人想要重返正轨的最大希望, 但同时,也可能是压垮湖人的最后一根稻草。 目前湖人三巨头名存实亡,农眉受伤, 微少表现起伏不定犹如路人, 仅靠詹姆斯一人,导致他们的进攻在大部分比赛里都拉胯, 尤其是面对强敌时,除了詹姆斯之外, 湖人缺乏稳定进攻点的问题更是明显。 而农眉回归后,他可以在进攻端给球队带来巨大的支持, 让詹姆斯可以大大减轻进攻端的压力。 隆眉受伤之前,长军可以贡献23.3分9.9篮板2.9助攻, 尽管三分投篮不理想,但他的中投和内线进攻依然急剧威胁, 如果这次伤力复出,能够让他的三分投篮手感有所提升, 那么,他所带来的进攻帮助还会更大。 湖人不仅进攻不行,防守也是外人头, 外线防不住,经常是千疮百孔, 最好把压力都留给了内线,而内线只剩下老迈的霍华德, 还有此前打了好几场中锋的詹姆斯, 而显然,让他们两人去帮助外线不漏, 这个年龄的他们,只能说是有心无力了。 而更让沃哥尔为难的是,不让詹姆斯打5号位, 让霍华德或者小乔丹上去, 就只能看着对方的小个子连续抓着打错位。 所以,湖人急需要农眉带来防守支持, 不管是防错位,还是在内线, 农眉显然是目前这支湖人队里最合适的。 而有了农眉帮忙填补防守漏洞, 湖人才会有重返正轨的希望。 再寄出湖人频遭伤兵困扰, 除了詹姆斯之外, 很多角色球员也无法保持健康, 沃哥尔无奈不断辩阵, 而等到角色球员健康归来, 农眉却又伤了。 如今,随着农眉复出, 湖人的阵容已经接近完整了, 沃哥尔总算可以去摸索一套较为稳定的体系打法了, 毕竟只有阵容稳定, 球队才会有冲击总冠军的希望。 农眉可以给球队带来的帮助, 是显而易见的, 但与此同时, 也会把湖人置于悬崖边, 因为农眉复出后, 一旦球队的表现仍起伏不定, 那么, 留给湖人的时间恐怕也不多了, 赛季中期交易截止日无比临近, 这段时间, 将会是湖人做出交易改变阵容的最后机会, 同时, 也意味着微少很可能进入交易倒计时了, 交易微少非常困难, 湖人管理层心里很清楚, 所以, 他们的首选交易是打包货顿塔克加纳安加2027年首轮, 尝试去引进一名准明星球员, 他们的目标是格兰特、特纳等等, 但据则Rainer记者Kevin O'Connor报道, 湖人用这样的筹码四处报价, 却都没有得到回应, 眼瞎之意, 湖人这样的筹码, 相对于他们想要的交易目标, 并不具备吸引力, 所以, 很多球队收到他们的报价后, 都没有回应, 而除了詹姆斯和农眉之外, 塔克加纳安加2027首轮, 已经是湖人能够拿出的最体面的筹码, 当这样的筹码无法换回理想的人选时, 湖人恐怕就不得不被迫做出更烂的交易了, 湖人想要交易微少, 已经不是秘密, 但微少现在是烫手山芋, 没有人愿意接手, 除非湖人倒贴足够吸引力的筹码, 但本身未来筹码就不富裕的他们, 显然不会轻易再去送走稀有的首轮, 除非迫不得已, 如果农眉复出后, 三巨头在接下来这段时间, 在其他角色球员完整的情况下, 依然无法打出预期的表现, 球队不仅正惯希望渺茫, 连进后赛资格也受到严峻挑战, 那么, 管理层扣动交易班级, 放手一搏, 就不会让人感到惊讶, 微少来到湖人后表现一直不理想, 不管他打得好还是不好, 总感觉他与现有阵容体系格格不入, 而詹姆斯和农眉的合作是没有问题的, 他们曾经一起夺得过总冠军, 这是很有力的证据, 因此, 胡人想要完成大交易, 微少绝对手当其冲, 但微少能换来什么, 谁也没有底, 有人愿意接手就已经不错, 而近日Mark Stan的一则消息, 也给胡人交易微少打开了一扇窗, 火箭愿意拿沃尔换微少, 但前提是胡人要送出2027年的首轮, 这则消息, 在其他大门关闭, 且胡人这段时间无法看到希望的情况下, 显然是一个值得安慰的信号, 而今年的交易截止日是2月11日, 胡人在此期间有9场比赛要打, 农眉回归后, 他们的每一场比赛, 几乎都会影响着球队的下一步计划, 但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说实话, 胡人之前的一波4连胜下, 我以为球队走上了正轨, 谁知接下来的一波连来打破了这种幻想, 胡人到底存在什么问题, 一时间怕是还真说不具体的来, 我的意思是, 詹姆斯老当一桩, 感动迷, 门客, 里夫4远远打出超过底薪的水准, 或许有明显的不足之处就是侧翼, 原本阿里扎的付出, 约翰逊的加盟有了很大的改善, 但随着二人状态不稳, 问题再次凸显出来, 当然, 也许有人会说威少, 在我看来威少确实有问题存在, 但更多的还是存在场外, 准确地说性价比不高, 我是认为威少两千万年薪的话, 所存在的问题基本上可以忽略,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詹姬不佳又恰逢连败, 胡人管理层肯定是要寻求改变的, 事实也的确如此, 即之前将小乔丹, 贝兹莫尔摆上交易货架后, 这次又将货华的拿出来寻价, 当然了, 潜在的还有威少, 尽就现在这个当口, 我认为胡人是有大交易的存在, 这个它体现在两方面, 其一, 就是涉及的交易金额会比较大, 我是认为胡人肯定是想交易威少的, 而威少是四千多万, 相应的胡人交易会的球员工资总额也和这个差不多, 其二, 就是涉及的球员会比较多, 我是认为除詹姆斯, 农美, 汉东尼, 门克, 李福斯外, 生余的球员都有被交易的可能, 至少小乔丹, 贝兹莫尔, 我花得已经明确处于交易状态了, 交易金额大, 球员多, 正常来说准备的肯定就不是一种交易方案了, 我认为胡人至少准备了三种交易方案, 第一种, 温暖威少的, 我是认为在胡人管理层心中, 即便交易威少也不会动二十七年的首轮, 理由在于, 因为性价比不高且合同金额太大, 即便搭上二七年的首轮也怕是很难换回不错的球员, 在我看来最好的结果就是单出微少, 哪怕换回的也是性价比不高, 甚至有垃圾合同倾向的球员, 第二种, 维尔塔克和纳安的, 二人的年薪加起来在一千五百万左右, 这是一个非常好出手的薪资范围, 况且前者有一定培养价值, 后者有一定级战力, 再者, 真要有心意的球员出现, 此时还可以搭上二七年的首轮来增加竞争力, 不过我倒是认为除非涉及的是明星球员, 不然胡人不会轻易动这个首轮, 第三种, 小打小闹, 说白了, 威少, 塔克等人都不会走, 走的只是小乔丹这样的底薪球员, 相应的加盟也是底薪或者被埋断的球员, 以上三种交易方案, 我认为第三种的可能性非常大, 一方面, 过去两个赛季胡人在赛季中期都是小打小闹, 休赛期对球队进行大坏血, 也就是说有一定传统啊, 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一点, 胡人的筹码实在是竞争力不足, 球员价值不大, 首轮过少, 除非出现之前能为这样几乎指定胡人的情况, 不然胡人还是雷声大于点小, 当然了, 我是认为老瞻依旧犹如猛虎, 能为付出找回20年状态, 威少哪怕重归重举, 胡人就是小求小补这竞争力依旧不俗, 终杀, 虽然看似胡人是大交易在即, 协议至少准备了三种交易方案且涉及包括小桥蛋, 贝兹姆尔在内的只是5人, 但我还是认为胡人最终还是小打小闹。